高雄榮總5號晚間傳出伊波拉以斯案例 最後證實虛經一場 榮總收治了一名19歲男子 該名男子自稱曾到過西非奈及利亞 疾管署6號召開記者會宣布檢驗結果為陰性 排除感染 同時也根據男子提供的資料 查出他根本沒有任何出境記錄 先報告他的檢驗結果是陰性 那旅遊史的部分我們也經過查證之後 那他也沒有任何辦理護照跟出境的記錄 所以而且他在這個醫院的期間 也沒有任何的發燒嘔吐的症狀 他自訴的這些症狀都沒有發生 所以我們就很慎重的把他排除了 由於這名男子自稱 11月底去過西非國家奈及利亞 並曾使用過可能代源伊波拉病毒的生扁服餐 本月初返國出現發燒及上吐下瀉症狀 5號晚間自行前往高雄聯合醫院 再轉往高雄榮總就醫 男子隔離後沒有出現發燒症狀 但院方不敢大意 啟動標準SOP程序通報並隔離 最後證實男子謊報旅遊史 疾管署不排除依法開罰 如果病人謊報旅遊史導致我們的醫療機構人員 依法通報造成虛經 那就是只有該當畏懼時陳述的行為 那我們會依這個Tripping防治法第69條 第一項第一款 那可儲新台幣1萬以上15萬以下的劃環 那我們這邊是不排除給他開罰 疾管署呼籲民眾前往西非國家 勤募使用果銀 猿猴或蝙蝠等野生動物 如疑似感染伊波拉 也請撥打1922通報專線 不要自行就醫 目前伊波拉盛行地區 以幾內亞 賴比瑞亞 獅子山和馬力四國為主 感染病例超過1萬7千人 台灣這起疑似案例 牽起民眾的緊張情緒 好在只是烏龍一場 不過也給台灣的防疫應變能力 進行了一場最真實的演習 中央設置者張志燕 范醫配 陳凱婷 台北報導 可以再經過18個小時